黃色經濟圈會否有脫折呢?會奪得呢? 我想任何這些消費圈都需要以時俱進 紅色經濟圈之所以脫折是什麼呢? 它本來是進步的,因為它將一些內地的產品移到香港 但慢慢慢慢當香港進入一個富裕社會,中產階級起飛 日資百貨公司進入香港的時候,你覺得國貨公司就完全落後不得了 很簡單就是電影文藝 在早期有深度的一些文藝電影,很多都是來自內地的製作 當它變成一個政治教條的時候,就是紅色男子君、白毛女、紅登記 你一年看一套而已,沒理由每個月都會看紅色男子君 就算它這個展露,這個長腿也好,好像今天的韓星也好 你都不會每天看著韓星 所以慢慢慢慢就失去了大量的群眾 只剩下一些很少數核心的親共的人士或者家庭 我相信黃色經濟圈也一樣 我就是為什麼它一開始是一個市場推廣的平台 但是接著是講核心競爭力,就是你的新興趣 就算你是一間茶餐廳也好,你的奶茶出品是怎樣 你的咖哩好不好吃,或者你的 signature dish是怎樣 例如我是一間黃色的咖啡店 我最擅長是做Cappuccino的拉花 或者是某些甜品是很出名的 你一定要有核心競爭力,不然就會出現你剛才說的問題 因為你太依賴政治信念的話 當社會開始變化的時候 去到某一個時間,你的政治信念 可能已經沒有了動力和吸引力 就像我們看珠江戲院一樣 你的電影根本上就是 來來去去去全國只有十部電影 我哪有興趣看 我當然是去看邵氏那些 又打又殺又行殺 伊雷,李漢祥那些 那些吸引 然後大陸的歌曲來來去去 都是革命歌曲 我當然是聽鄧麗君 《晴晴啪啪》那些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了核心競爭力的話 什麼經濟圈都會死 剛才你說過,怎樣去互相配合 譬如請一些抗政人者 或者怎樣教他們 在這方面,會不會幫助黃店 去搞好核心競爭力呢? 我覺得都是一個創新的 譬如我們現在引入了幾十部 3D打印機 那些是一些可以很短時間 可以幫他們去製作一些很有特色的紀念品 譬如它是一個食肆都好 它可能消費之後 它可以有些紀念品 換得到的 而這些紀念品是有訊息的 它又可以是由一些 其他的 工場生產又可以 或者一些 另外一些經過 培訓技術之後 認識3D打印的年輕人 它不可以設計 它可以設計一個小豬 也可以 一青蛙仔也可以 甚至是一個中文字也可以 那 變成 它可以通過這些店舖 又可以 除了食肆之外 它又可以收買一些紀念品 那些錢又可以給它們 那它就可以聯合在一起 那會不會有些平衡 例如有一個平衡 例如有一個平衡 只是給剛才所說的設計 設計這些東西 有些是幫助打印的 有些是想想 市場推廣的東西 即是變成很多不同的群組 每個群組 就像一個WhatsApp Group 那樣 而他們自己 如何組成一個 所謂的結連 一個協助的 聯合 他們本身 容易走在一起的 因為很多時候在他們的TG Telegram Group 也有這些人 你只要有一個項目 拿出來 那大家就會去參與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你那樣東西 本身是 不可以停留在 純粹賣點就是黃 那樣東西就會過去 而你 黃是第一步吸引你的顧客 來幫襯你 但是他再回頭幫襯你的時候 是要你提供的服務 和你的產品質素 而這個產品質素 其實是一個持續的創新的過程 即使我是賣燒賣魚蛋 加生菜魚肉也好 我可不可以令到我的生菜魚肉 是好吃些 或者給其他人有些特色呢 不是純粹是市場 因為它都是市場 投資本 市場,市場想要這個耗耗爭設施 你就可以想想其他附帶的東西 例如我們正在幫他們推廣 我們送了70多個公仔頭去 即是Pippin和豬田豬的公仔頭 他們只要拍照照片打卡 拍到20個公仔頭再加上消費的單據 我就會設計圖章給他們 上來換的 現在已經開始多人換了 一個月時間消費20個 他們就會像野外正向一樣 像尋寶一樣 我不會告訴你那些公仔頭在哪 可能是華爾登餅店也有 可能是馬鞍山泳池的小食亭也有 他們就像去伴侶 去問朋友 去Facebook看看 看到別人打卡 他們就看看他們在哪裏 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新興趣 簡單來說就是把變紙遊戲機 戰實化 就是一個變紙遊戲機的世界 變成一個黃色經濟圈 變成十字 其實有很多變化 是好在於大家可不可以把一些 擺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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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重要的是 以前有這些擺放進去 都沒有人和應 沒有人玩 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只要有擺放進去 是很多人會來玩的 例如我們之前做了一個 就是把62003M的口罩 改裝成為病毒用的 就不只是用催淚彈的 我們就用3D打印機打印 那個類冠 一直分發出來給別人 我就在那個類冠外面 加了幾個英文字 就是5DN1L 那就是一個政治的信念 那些人是因為這個字來換的 其實他不是因為那個類冠 很簡單 因為擺放了這個數字 之後他就會用那個Mask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 始終到最後 回到剛才你的問題 起初它是一個現存的商業模式 但是它的可持續發展 是取決了它的創新能力 其實這跟任何的生意都一樣 如果你的創新能力沒有了 就是玩完了 這個創新能力 你剛才說的 就不是一間個別的黃碟 而是整體整個經濟圈裡面的創新 例如剛才說的 打卡遊戲 就是換一些鎖匙 是整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氛圍 這個氛圍是跟過去2019年6月開始 整個香港社會年輕一代 那種感性有關 那種感性體驗在哪裡 其實是在年牢牆 我們今天很多創意的來源 其實是源於年牢牆 例如年豬 家族 年狗 年豬 年豬 等 都是在年牢牆 這種感性不是無中生有的 以往我是要做很多Marketing 很多試錯 大集團投資 10個有9個失敗 只有1個成功 但是因為這個社會運動 令到這種香港年輕人的感性 廣為大家接受 所以在上面 再去進行一個創新 其實人家已經幫你做了 這個 的 在上面再做 再做的話 那就容易很多了 譬如我們做了一個 游行示威用的玻璃纖維公仔 現在放了18個 游行示威完了 國際的新聞報道完了 我想一下 他不應該放在貨倉 他應該走出去 我就想一下 可不可以幫到店舖 好了 店舖拿了之後 我想一下 可不可以幫到他們消費 不只是Display 我想一下 可以跟他的生意有關 可以不斷推出不同的產品 我現在在印鑰匙扣 之後可以推出給他們換 可能到5月 換完這個公仔印章之後 可能到6月7月 說明了 這個 武漢肺炎結束 要大家爆買 支持王圈 我就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給他們換 那他就變成一個 附加給他們的創新 就不是他個別的店 不需要 很簡單 因為他只不過是一個很厲害的廚師 你要他強行去設計一些商業化的產品 他做不到的 以往他只可以用錢去買 但現在不用 現在是大家用那個 一個志同道合 和一個圈子裡面的人 互相幫忙 那我 是無常幫他 而他們的生意可以做到 請手足口 或者是培養一些年輕人 去掌握一些新的技術 那些年輕人成熟之後 他又會做一些事情給他們 其實你剛才說的 即是你要貼人的時事 你可以做到這件事 即是你設計一些公仔 武漢肺炎 然後你就會想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你再有什麼事情 你真的變成 好像剛才所說的 玩遊戲機 那樣 不停換一些 武器之類的 你就要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他是一個現實世界的遊戲機 對 不是一個電子世界 或電腦世界的遊戲機 即是你變成這樣 而這件事好像是年輕人 我覺得 沒有什麼年紀的限制 反而反過來 很多中年人 他不喜歡一個Virtual的世界 玩這些東西 但在現實就很喜歡玩這些 是的 在現實我們 上次12月8日 來去大公仔頭的人 大部分是中年人 是的 我們招募義工兩天之內 招募滿了120個人 大部分是40歲以上 好 比如我們有些同事 專注一些 鹹蛋超人 霧面超人 那些手辦公仔一樣 那些意念都是這樣 你喜歡的一件事 就不停操作 還有我也是 怎麼說呢 你不可以一年三十五天 都是說政治口獄 你一定要把它變成 一個 生活上面 首先你要公仔頭做得好看 你不可以因為他黃 那些人就要喜歡的嘛 例如很簡單 我經常看到連儂牆的宣傳 是畫得很漂亮的 但是我就說 很可惜 很快就被人撕了 然後又下雨 然後又被食環來清 那當時我就站在連儂牆那裡想 其實有什麼方法令他們長久一點呢 那我有一位朋友就告訴我 他說 不如變成3D的產品吧 那我就說 對 但是他問為什麼 那些人這麼喜歡做2D的東西呢 因為簡單 在手機裡面畫了 然後刷出來 再不是用Banner Shop印就行了 但是做3D是要複雜很多的 做玻璃纖維 是要一些50歲以上的師傅才會做的 所以我就說 你要創新的意思 就是把一種舊香港的技術 做玻璃纖維的技術 跟連儂牆這些年輕人的感性流行文化的產品 政治抗爭的文宣品 將它結合 它就變成一種新的東西出來 好了 它變成之後 你就可以再想了 其實它是怎麼用的呢 Mascot 傳統來說就是 遊行 踢球之前 走出來 整色整水 做舞台劇 但是在那裡 其實它是做宣傳的 所以我覺得 在那裡 其實就是一個持續的創新的過程 你一啟動之後 其實它可以一路 很多人給你很多想法 例如我剛才說 印了3M的類似 後面有很多朋友 給你很多想法 如何改進那件事 如何增加呼吸 入氣的數量 如何令它好一點 然後很多人就說 可以相識 有人可以印幾種 然後你便整個 變成一個由下而上的創作過程 他們做的那些人 又很享受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跟我們 說的一個 完全是 生意 主導 效率 成本效益主導 是有少少不同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茶餐廳一定是成本效益計算 但是問題是 當他覺得 我要在這個黃圈裡生存的時候 他要想一些創新的方法的時候 那一下 他就已經走上了另外一條路 他就要想 我們可以跟城寨合作 例如一間餅店叫華爾登餅店 他把餅帽改成青蛙頭 就很受歡迎 後來他就出了一隻 是我的狗抗壓你的狗 很出名 很多人買 就是我們聽眾去買 這就是對他來說 一個創新 就是他做了新的餅帽 他以前的餅帽 就是我們傳統合圖騷的那些 基本上都沒有餅帽 好了 他現在就開始想很多 這些和黃色經濟圈裡面的 symbol 有關的東西 那他只要這個 餅帽的女生 走了第一步 其實你以後不用再去 協助他創新 他自己一路會想到 因為他跟著那條路 跟著時事 他很快就會出一個 扔獨球的小熊為你 小熊為你 OK 就是很多這些 就是你要鬥贏 藍色經濟圈 藍色經濟圈是什麼呢 大集團 是 資本熊 他不需要暢身 他可以用本商人 租了最好的店舖 他可以虧不起 是 是 他是靠傳統資本主義裡面的 經濟效益去打贏你 他可以取得到Fanchise 他不需要做品牌 例如Starbuck 一般美心集團 他不需要做自己品牌 Starbuck本身也是有品牌 他買回來的 那就可以了 你想想 如果你要 去 令到 在香港 經濟的多元化裡面 中小企重新站起來 你跟他鬥資本的規模 是不能鬥的 所以一定會輸的 所以為什麼 我第二 三個月前 我在哥倫比亞 入口了幾噸的咖啡豆 我看到 現在我們就是 200塊 出了一種優質的咖啡豆 如果我這個產品 是可以 去給予黃色的咖啡店 我可以給予更大的 profit margin 比起一般批發的咖啡豆 好了 當我做到這個時候 別人可以去到這些咖啡店 我需要一杯成大咖啡 而我有一個宣傳的平台 可以帶到一些消費者 去這些咖啡店 這就是打敗Starbuck的方法 因為我 一時間內 我可能有200間黃色的咖啡店 是賣我的咖啡豆 而我實際上 是不用開一個連鎖店 所以這個後面的商業模式 也是一個創新 對 商業模式 也是一個創新 我希望 我自己可以做一個 示範 因為我不是生意人 但是只要你有創新的能力 有一個執行力 這個會不會把一些 所謂Fair Trade 公平貿易的概念轉一轉 或者是環保消費 環保消費 公平貿易 只是你要把那個 標準 就是價值標準 改一改 譬如由減排 轉為 爭取香港民主 爭取社會公義 這樣的話 無論你將來的認證好 你也可以有一個 獨立於黃色經濟圈 商戶的一個系統 有學者 有國際的學者 有認證的過程 你可以做到很認真的 正如環保認證 或者ISO認證 9001 9002 你可以分級 黃色001 黃色002 大家可以升級 入門的就是001 不要再爭論你是真黃還是偽黃 假黃 沒有意思 IOS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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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其實很流 ISO的認證 非常流 是啊 對資本主義 賺到盡 所謂的經濟體系 那些事情 會不會有所發展呢? 以及 雷尚剛才說過 究竟如何將生活 介入這個黃色經濟圈裡面 即是說 除了政治 其實更加令到我們 譬如環保 對於動物權益 這些事情 如何去協助香港人 更加有什麼 和世界一些所謂更加 文明 更加有文化 或者說說 人權 這些事情 更加多於 純粹說經濟 的 所謂資本主義 更加 令市民更加 會感受到 如果我們有時間 我們會繼續去討論